刚刚过去的6月 中美两个大国都很忙 中国忙着加强建设强筋骨 美国忙着胁迫盟友搞围堵 这个6月 中美两国的博弈都围绕着各自的这期战略展开 2021年6月的前半个月 无疑是美国频繁落子的高光时刻 从这期峰会上组建反华包围圈 到拜普会挑拨中俄关系 看上去招招致命 直扑中国的要害 然而仅仅15天后 随着英国军舰在黑海被俄罗斯吓跑 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 用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要求 暗住英国的七寸 美国政府蓄谋半年之久的反华包围圈 实际上已经解体一半 从整个欧洲的范围来看 因为文化历史的背景 大多数欧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是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 二战以后美苏崛起 促使欧洲被边缘化 这是近代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的 欧洲大国所不能接受的 欧洲也一直在寻求团结起来 增强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但因为美国的分化拉拢 以及俄罗斯的存在 这种努力收效甚微 中国的崛起可以相当程度上 帮助欧洲分走美国的注意力 同时迫使美国不得不依赖欧洲 从而使欧洲再度崛起 冲回世界舞台的中央 另一方面 因为文化历史背景等等的不同 欧洲在对待中国崛起这件事情上 又是很警惕的 在这方面 他们跟英美是有着相同的利益的 正是因为这种既期待又警惕的状态 促使欧洲对华关系 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停滞的 拜登远赴欧洲拉拢盟友的核心议题 是全球危机 气候 中国的问题 可到最后发现这些问题 美国也都必须与中国合作 这些微妙的关联 在此揭露了美国想要重回盟友主义的道路 是难以实现的 拜登在盟友面前说的在天花乱坠 到最后得到的 不过是盟友们口惠而实不至的 满指荒唐言罢了 拜登拉拢盟友成功的机会 到底有多渺茫 多艰难 不妨看看国际上 各大权威机构的调查结果 毕竟围绕拜登的欧洲之行 各大调查机构都早已摩拳擦掌 以国际上三大权威机构为例 代表着美国视角的皮油研究中心 代表美国人视角的马歇尔基金 代表着欧洲视角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大量数据都揭示了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拜登前路艰难 总结整个六月 美国的这期战略核心就两条 第一条整合这期国家发出了针对新疆人权的声明 第二 美国向全世界画了一个超级大饼 要带领这期国家一起 筹集几十万亿美元资金 搞全球大基建 至于这个大基建计划 更是没有资金来源 没有项目规划 甚至连骗钱PPT都没有 西方要搞基建 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困难 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今天政治正确已经基本绑架了西方政治了 一带一路为什么成功 很大的特点就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因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全球第三世界国家 价值观文化政治制度差异很大 你如果要强行搞意愿化的标准 要推自己的制度 推自己的价值观 很难成功 另外 近些年来部分欧洲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 目前已得到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 其中欧盟的27个成员国占据半数以上 针对美国的挑衅与攻击 我国过去几年总能酣畅淋漓的打脸 美国这次这期战略落地 又在新疆与一带一路大基建上指手画脚 我们的外交部三剑客 口头上的打脸与反击自然是成功的 可小编觉得这远远不够 美国是一帮善于嘴炮的政客之国 我们只在嘴炮上回击他们 不符合我们务实治国的理念 美国的这期战略是拉拢盟友针对新疆和大基建 那么我们的回击也应该是围绕新疆和大基建才行 结果6月30号不声不响 埋头苦干的我们 终于一个炸雷震翻西方舆论场与政客 连通北京和乌鲁木齐的这期 精心高速正式通车全线管通 这条路以北京为起点 经过河北 内蒙古 甘肃 一路穿越戈壁 沙漠 草原 直达乌鲁木齐广汇立交桥 全长2540千米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穿越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 一举将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里程 缩短了1300公里 自此新疆又多了一条出江公路大通道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 周边与俄罗斯 蒙古 印度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和阿富汗八个国家接壤 再加上它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身份 有166万平方公里 占据我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所以战略位置依旧十分重要 它不仅是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还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门户 这条公路不仅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通道 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成功开通了 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天津港的 最快捷出海通道 将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 顺利连接了起来 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标准性工程 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穿越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 我们的这期高速创下全球无人区高速公路总里程 总难度的世界第一 2500多公里的这期旅程 恐怕是拜登雄心勃勃的大基建计划 八年在美国规划的高速公路总里程 没错 仅仅是拜登的规划 中国的这期摆在那里 就是最好的照妖镜和试金石 我们就是要看看美国高喊的大基建 要用多少年能够完成我们这期的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现阶段我国遭遇美国的人权抹黑 优势碰瓷的时候 舆论战线的直接回击能力 还有差距 还需要成长 不过我们的六月回礼 终于将实际送到了拜登的面前 从今天起 欧亚大陆的货物与战略物资 将在中国建设的这期上风驰电撤 这个六月 美国这期的冷战炒冷饭 与中国这期流淌的财富密码 共同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拜登拉拢盟友应对中国的效果 屡屡低下之际 国际上有不少分析专家开始做出预判 拜登接下来不得不面对现实 那就是选择展开中美元首会晤 正是中美之间的分歧 并且在很多领域上 中美双方重归合作 毕竟 对于拜登来说 除了顺应美国政坛 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趋势之外 也必须在自己的执政生涯上 留下一笔光辉的政绩 否则与特朗普又有何区别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